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推荐好书的单元 在今天的来宣选书 我们要推荐一本小说 这本小说作家 他所带起来的风潮 尤其是达文西的热潮 我想几乎 你觉得没有看他的小说 你大概也看了他的电影 所以整个达文西密码 他所掀起的 大家对于宗教的一些探究 然后宗教 他除了宗教之外 他背后的一些可能是历史的文化的 甚至神秘的那些组织 都一度的未为风潮 在达文西密码之后 我突然 我本来就对文艺复兴非常感兴趣 因此去爬出了更多 有关于什么达文西 秘密组织 那个时候的梅蒂奇家族 等等的一些故事 这是一种乐趣 但是随了这本 达文西密码的热卖 还有电影的热销 Dan Brown 他的作品 受到了高度关注之后 到底是不是可以 再先高峰 是大家心里面很大的一个疑问 但是 这一次Dan Brown 出了一本新书 这本新书 完全 就内容来说 几乎是完全 脱离了文艺复兴时期 这实在是一个 很大的自我挑战 所以至少就我来看的话 我几乎看完了 所有Dan Brown的书 我觉得这一本 已经有点走出 我们担心 他走不出来的苛就了 所以这本起源 是在我们今天 为大家推荐的好书 在现场邀请到的 是出版社 时报出版社的主编 加世强 到我们的现场来 哈喽 世强早安 蓝先生早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早 今天加世强非常感人 他把Dan Brown的书 通通都带到现场来 你对他来说 他可能觉得这样子 这个谈起 Dan Brown的时候 才会 所有你想要提到的时候 才会手边有资料 七本 对 他现在 蓝灯系列到起源 是第五本 加上两本数位密码 跟大骗局 台湾现在陆续 从2004年 出版达文西密码 到现在大概出版 七本 但不朗的小说 OK 你说2004年 是他的达文西密码 所以之后 那么红重 我还记得 就跟着你们的脚步 我们就往回头看 所以什么天使与魔鬼 等等是往前出 那接下来是 再继续的往后出 对 他从达文西密码 真正是往后出的新书 是失落的符号 然后是地狱 然后起源 然后就起源 其实也不多 其实他的产量 就达文西密码 那么热销之后 其实不算快 达文西密码之前 他可能两年一本 之后的话 他可能就平均 大概四五年一本 因为其实在天使与魔鬼 说大家知道 天使与魔鬼 有一个很大的虚构的事件 就是教宗之死 就在那个书写 2000年的时候 教宗还没有死 04年的时候 教宗过世了 所以那时候 凡帝刚刚在选新的教宗 这样 所以他这个书之后 其实如果你注意看 从那个 那个斯沃福号开始 他的书的前面一页 都会讲事实 他就会说 这本书中 所有的科学建筑 以及所有的艺术作品 都是属于真实 没错 这是真实的 之后的作品呢 在这个部分 我觉得他需要 比较多时间研究 选择一个比较大的主题 然后再加上啊 已经成名了之后 他这个书的这个效应 可以扩展的比较久 所以他现在出版社 也把它视为是一本重要的 每次都出版是重要的大书 所以他现在平均 就让自己是四年五年 再出一本 就是自己可能 更加谨慎的一点 调整节奏 对对对 不过因为以前 如果说喜欢看 Dan Brown的书 你会发现 他的书里面 总是有一种模式 那种模式 就我们刚刚讲 比如你刚刚讲说 一定会有个人死掉 死掉之后呢 你可能就要去 寻找这个真相 那在寻找真相的过程当中 你就要解谜 然后里面就有 非常多符号 那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蓝灯系列 就是蓝灯教授 他有 他是一个符号学的教授 所以里面就 一个又一个的谜 一个又一个的符号 但大致来说 他的 那里面一定会有一个 红粉知己之类的 女性朋友在里面 那都是看起来 美丽又聪明 我想这是很多女性 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投射 美丽又聪明 OK好 那大概来说的话 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但是重点在于说 他多半会是 铺陈在一个氛围 就我们刚刚讲到的 文艺复兴 对 还有一些 艺术 这个艺术是 文艺复兴时期 就比较古典的 然后再来的话 当然就跟宗教有关 对不对 是这两个 宗教跟艺术之间的 一些牵扯 这本起源最不一样 我觉得 让我就觉得 很愿意 很想看下去 看下去之后 我觉得蛮棒的是 他这次跳到了 现代艺术的领域 我相信 他是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去 做研究 我觉得这次 也是希望 让大家有一个 新鲜的感觉 所以他也没有在意大利 也不在 威尼斯福 对 那也不在 他上次还跑去 他地域是跑到了 伊斯坦堡 对 土耳其 土耳其 索贝亚大教堂 那那也是另外一种 很宗教的 一些 但是属于一个 比较古典的氛围 也是有那种 十字军东征 土耳其大帝国 大致来说 大的环境 跟历史 跟艺术的背景 比较像 对 这一次到哪里去了呢 他这一次 他选择的背景 就是在西班牙 是 现在大家觉得 最多现代艺术的 然后加在隆尼牙 很蓬勃的 现在几乎是 现在大家观光 首先就是西班牙 没错 而且现在世主 在正在提 西班牙也很厉害 就是西班牙 所以很不一样 那个想象 对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他其实故事 一开场 其实当然也是 跟艺术西班牙有关 他其实是在 比尔包的 古根汉美术馆开始 他其实要说 有一个未来科学家 未来学家 他就专门研究 量子理论 跟赛局理论的 一个科学家 他发现了 人类的起源的 一个全新的发现 所以他打算要在 这个比尔包 做一个简报 然后让全世界人知道 我们对于 人类的起源的理解 都是错误的 然后没有想到 这一个被称为是 当然是一定挑衅宗教 甚至会改变很多人 带来的一个科学的新发现 就引来了一场杀机 所以这时候兰登教授 因为他刚好是兰登的学生 所以兰登就必须从他 自己的了解中 去帮他把当时在 他这个故事的戏剧性场景 就是简报要开始的时候 他被枪杀了 但是要解开这个简报 有一个密码 然后这是他 这一生最喜欢的事物 才会设定成密码 兰登这次的工作就是 要破解这个密码 那个密码有47个字母 对有47个字母 然后是一首诗 OK 那这部分当然就随着整个的情节 这部分的大的情节架构 跟过去还是有点像了 就是要去 第一个一方面还要逃避 别人对他的追杀 因为杀了他的那个学生的人 显然的想要杀了他 因为他最主要是不想让 这个密码被解开 这个事情的内容就有关于 到底人类的起源是什么 这件事情被公诸于世 所以杀了这个他的学生 叫做科许 一位未来学家之后 他们也不断的 就是被追杀中 他说他一边又要逃避 被追杀 一方面又要去解这个谜 到了很多地方 但我觉得最好玩的地方 我觉得这本书 我觉得最引人入胜的地方 在于 今天宗教对于人类文明 它的重要性 其实即便就算 现在的不管是基督教 天主教 回教 有一些混乱的地方 有一些 不管是从过去到现在 纠葛的地方 比如说到现在为止 还是有很多那种什么 什么神父性侵 到最近我看这个教宗 还在处理这些事情 有若干的剥落跟瓦解 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个 新宗教的诞生 我觉得他里面在谈到的 很有意思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新宗教 你会想说 有吗 有哪一个新的宗教吗 哪一个教派吗 并也不是 科技可不可能是一个新的宗教 大家对科技的迷恋 对科技的崇拜 对于科技的未可知 跟科技可以解决所有的事情 成为现代人类新的依恋 这件事情 它是不是已经 隐然成为新宗教 我觉得Dan Brown 这一点的设定 非常非常契合 现在我们面临的 这个文明社会 没有错 因为书的一开始 其实就是 他就邀请了三个宗教领袖 要告诉他们一个人类的 起源的真相 宗教领袖就说 其实这一年 他有读到一个数据 就是他是哈佛 因为他是哈佛大学教授 他说哈佛这一年的入学新生中 第一次无神论者 或者是没有 就不可知论者 超越了有信仰者 所以他就表示 现在普遍的人 其实对于信仰这件事 其实也抱持这个怀疑的态度 所以他就说 现在加上了蓝灯的这个书 就蓝灯这个教授 他除了利用 他的符号学知识 因为这世界上最多 就是关于信仰跟宗教的符号 所以除了之外 其实蓝灯在每一本书中 都会接触到科学 不同的科学 例如失落符号是思维科学 就noethic science 是历史科学 然后有反物质 然后有人口学家 这次当然就是一个未来学家 他是研究量子理论的 他进入了量子生物学 对啊 那边什么量子跳跃啊 什么的量子电脑 所以他其实 这本书集就是说 科学的知识 让我们知道了 很多以前 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情 像书中有个原生汤的实验 50年代之后 看不出来 没有办法知道 怎么样随机产生物质 但在2007年的时候 马沈的学生重新做了研究 发现 其实如果你加强了运算 然后这个速度 加快了速度 其实确实会得到不一样的答案 那因此呢 这本书呢 其实就是有 在谈论起源的时候 融合了很多大量的 甚至是当下的重要的科普知识 因此呢 他让我们去忽视 无法忽视的事情是 除了宗教上告诉你的故事 人类如何创世 其实科学 现在也正在告诉你这件事 所以兰登大概从17页 18页就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 科学跟宗教 其实不是竞争的对手 他们只是企图述说 同样故事的两种不同说法 对不对 试图去找寻 人类从哪里来 人类要往哪里走 这两句话对着的 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 就是说 就每一个人来说 每一个人这样 也会问自己说 自己从哪里来 自己要往哪里去 这是一个人生的命题 但是整个人类呢 其实整个的人类 不管是宗教 他就试图解释这件事情 或者试图安抚你 让你不要觉得很惶口 告诉你说 是怎么样子的人类诞生 上帝塑造了亚当跟夏娃 就是说 因为否则人类惶惶不安 因为你不知道你从哪里来 惶惶你去哪里 你知道自己往哪里走 所以宗教有宗教的故事 但是科学 似乎有科学另外的故事 那可能叫做达尔文 那所以其实达尔文的演化论 跟所谓的上帝的创世纪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悖论 到现在为止 其实你说美国 美国到现在还有人说 这个达尔文 学校不准教这个达尔文 因为他们认为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哪是演化来的之类的 那所以我说这个其实 很有意思的对话 就像是刚才这个嘉世强讲 就是说他们都在 试图解释同样的事情 但是你是哪一种的信奉者 你是宗教的信奉者 还是你是科学的信奉者 那这个部分似乎随着 科技越来越发达 他们之间的 冲突或是角力 好像越来越尖锐 我们修学的回到现场 好回到蓝宣时间 继续回到现场 邀请到的这个时报出版的 主编嘉世强 来聊我们今天的蓝宣选书 我们选的是 Dan Brown 这个非常知名的小说家 他的四年五年之后 的新的一本书叫做《起源》 那这本《起源》呢 真的还比较 就是说我想是Dan Brown 他来过 他上个月来台湾嘛 他自己有没有谈 他自己的一些想法 为什么这一次呢 会跨到科技 然后跨到现代艺术 他其实那个 关于现代艺术跟科技 他其实受访都有提到 他其实呢 是希望这一次 让蓝灯进入了一个 让大家都会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 惊喜或空间 他自己也说 他对于现代艺术 不是这么了解 但其实他写这个书呢 也不是完全脱离 他的生活经验 他其实在大学的时候 一整年的时间 跟在西班牙做交换学生 再加上呢 他其实呢 就他本身是很喜欢西班牙 他其实对于现代艺 虽然没有那么理解 但是他其实特别喜欢 然后再加上呢 他也做了相当多的研究 那可是如果是科学 这个部分呢 其实他是对科学 相当有兴趣的 所以其实就像 刚刚之前讲的 每一本书 其实都多少 跟科学有关 所以他这一次这个书 像那时候反物质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觉得 非常的惊讶 就是欧洲的核子研究中心 有个很大的粒子加速器 在研究反物质这样 然后其实他其实 因为宗教因素被偷走了这样 那这一次这个 他其实一直都持续在写 那这一次这个事情就是 他希望把这一次的故事背景 脱离这个2000年 人类有文化艺术的更早 可能到10万年前的智人 到40亿年前的宇宙生成 他来讨论 到底需不需 人类是如何来的 所以概念上 大家会想 你是不是跟霍金一样 又要挑衅上帝了 没有大设计这样 他其实当然蓝灯 还是一样在他的 这个故事中 他必须要躲避追杀 然后沿路所有看到 艺术作品不能放过 要批评一下这样 然后最后要解出 这个谋杀真相 并且带出起源的 科学的看法 那我觉得这一次的 这个作品啊 他其实是抱有非常大的信心 他希望让蓝灯 也有一个焕染一新的风貌 所以一出版的时候 纽约时报其实就已经说 他认为他走出了地狱的那个瓶颈 是是是 我也觉得 所以他认为这本书 其实要讨论跟达文西密码一样 他都在谈宇宙的起源 其实从天使与魔鬼 他就一直在问宇宙起源 因为你去设计了一个反物质 其实你就跟上帝一样 你在想要去重塑宇宙起源的那一个时刻 其实你可能就像 科学怪人一样 你创造了一个 你可能无法控制的东西 像这一次 这次他讲的就是AI 嗯 没错 所以我们就是觉得 要接下来要聊聊他里面的AI 我觉得AI很好玩的是 因为我们就讲说 他以前的一个架构 就是蓝灯教授 然后一定有一个聪明的女性 然后再来的话 就一个杀手要去追杀他 那再来就有一个宗教的背景 然后可能有一个神秘组织 在这个里头呢 涉及到一些权力也好 涉及到一些信仰也好 然后呢 他们因此就在里面 铺陈出来 但这一次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人类在里面 那就是AI 我觉得他这个设计挑战 从头到尾你发现 原来他才是主角 一开始看的时候 一开始看的时候 你会以为说 他只是个导览员 对对对 就是说 因为蓝灯教授跟他的那个学生 他那个学生呢 就是一个未来学家 所以因为你知道这本书 可能要谈的是 人类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因为现在你要问人类到哪里去 你一定得要去了解 科技往哪里发展 因为现在人类的文明 基本上已经被高科技 重新形塑着 所以不可能脱离 这个科技的发展 所以这个时候呢 他安排一个未来学家 而且他还得了一脏癌 你不觉得很像 你不觉得很像贾博斯吗 好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你就觉得 他可能是主角 嘿没多久 还被枪杀了 你想说 这到底怎么回事 主角是谁 就一路看下去 你发现说 里面那个AI 从来不曾现身过 只有声音 不断的在跟这个蓝灯教授 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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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的出现 只不过是一个 美术馆的导览员 他才是主角 所以呢 我觉得他很好玩的 有一段就是从他 导览员 然后他以为还在听一个语音 我想去过博物馆 去过美术馆的 可以选择语言 对都会有 你可以选择什么语言 他就跟你讲 突然之间 他在描述 那个蓝灯 在参观这个 碧尔包的 这个古根汉美术馆的时候 他不知道 边在看脑袋 边在想什么东西 就闪了神 然后呢 突然这个语音 问他说 蓝灯教授 你还在听吗 你自己看着 你会被吓一跳 为什么 这个导览 语音导览 他不是录音的吗 他怎么会跟你讲话 那突然间他也吓一跳 他是一个及时互动的AI 对 他就说 你是真人吗 所以蓝灯教授 以为他是真人 我觉得这是一个 现在另外一个 有趣的讨论 就AI 他可不可能 像真人一样的模拟 那我们讲到说 AI他不断的 自我深度学习 那就是说 因为他还没有 把他像人一样 所以我们也讲到过 他里面也提到 图灵测试 图灵测试意思是说 你有个实验 你让人听你这个声音 包括我们在下那个 下棋也是这样 就是你 你让人类 没有办法去 辨别你是 对 你是机器人 对 这个时候就代表 请问你是机器人吗 这样Google可以勾行 就代表你成功了 在这本书里面 显然的 Dan Brown 他认为 有一天 AI他是可以让你 误以为 你根本是在跟一个真人对话 对 而且那个温斯顿一出来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真的是英国人吗 他就说 没有 我只是觉得英国的口音 会比美国南方的女性的口音 更能够让你觉得认同 对 认同他的说法 他说可以同时为 三百多个不同的人 量身打造不同的 语言 口音 然后为他进行个人的导览 所以他一开始就进入了一个 从 比尔包 现代艺术的场景 进入了一个 更快的一个科技领域 就是他是AI的人工智慧 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 其实有一个 大概在 七十页的时候 他第一次见到 他的时候 他就跟大家讲说 而且我的主人 就是科许 要求我自己画一张自画像 对 没错 他就说我用演算法 创造了艺术 其实这一件事 虽然这样写过去 其实演算法 写艺术就表示 AI已经可以进步到 艺术创作了 所以他这里头 AI的领域 其实是跨非常前面 对啊 那其实也不会 显然丹波浪对于 AI的发展非常有信心 因为其实从 施洛福号 他在讲那个思维科学 思维科学 其实就在讲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 最后到 那个整个思维的运动 就是理解 机器人 人工科技 其实都是从 合成智慧 都是从那里来的 所以我觉得 他这个AI的时候 并不会说 完全没有根源的 放进来 蓝灯应该 就是说 戴布朗应该持续 有在关注 这个领域 这个领域 而且就那个发展 来看的话 因为现在大家 还在争论说 到底 AI可不可以做到 创作艺术 比如说 现在的AI会写诗 对不对 而且写出来的诗 其实很多诗人 你没有跟他讲说 是AI做的时候 你以为他真的是 一个大诗人诞生了 对 所以同样在 这本书里面 他画出来的画 几乎跟米罗 一模一样 蓝灯 差点说 我知道 这是米罗的作品 不好意思 可是他说 他是平面的 他是直接可以列印的 因为他是虚拟的 一个创作 所以他就已经进入 表示AI已经进入到 思维的最高的一个层级 就是创意思维 他已经开始使用创意 然后这个书中 他的创意就带来了 无限的剧情的 曲折的走向 对啊 对啊 所以他回到说 刚才世祥在描述说 他可以同时 在为三百多位的那一天 那么盛大的一个场合 的宾客导览 据说今天蓝灯 听到的是一个叫做 Winston的人 在跟他讲话 那事实上他同时 在跟其他三百多位宾客 一个一个用各自不同的声音 可能是男性 可能是女性 可能是年轻人 可能是老人家 可能是英国口音 可能是中国口音 等等去这边讲话的同时 他还可以带着蓝灯 去逃避追杀 重点还是逃避追杀 他不带来 从这里跑 从那里跑 之类的 那还可以同时 一下子不见 回去Google Google一些 跟艺术有关的一些话 即在回应他 总而言之 在这本书里面的AI 你觉得说 所以你会问一个问题 AI它到底会被控制人类 就未来的 就人类的未来 人类往哪里去的时候 AI的角色在哪里 其实这本书 他最后的答案 还蛮惊奇的 对不对 因为你刚刚讲到了 他们后来找到的起源 就是书里面的 那个未来学家 他发现 他说他要去发表一个 震看全世界 那因此他还必须要跟 三大宗教的 这个负责人先碰头 先让他们压压惊 的原因是 他从原生汤里面 对 快速演化出来 推论出了 人类要往哪里走 那人类会往哪里走呢 里面真的有AI 是AI消灭了人吗 还是人类 掌控了AI吗 答案都不是 我们休息再回来 好 回到蓝薰时间 继续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时报出版的 这个主编 加世强 来聊这本 Dame Brown的新书起源 我是真的觉得 还蛮好看的 但是这个好看在于 我们刚刚还聊到说 以前他的好看在于 整个解谜的过程 因为你确实 我觉得Dame Brown 还蛮厉害的 就是说 他会带你一路的 就像他一样在侦探 所以他比较像 这部分有点像 侦探推理小说 那尤其是他又涉及到 那种 不是属于 什么命案式的那种 侦探 他是属于那种 有点艺术文化背景的 所以很好玩 因为那种符号学 确实是 那尤其是对于我们 尤其像台湾的读者来说 可能对那种 西方的 基督教的文明 其实没有到那么熟悉 那所以呢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 你跟着他去解 而且你了解更多 你可能未知的一些知识 跟一些艺术的宝藏 我觉得蛮过瘾的 但是这一次很不一样的 就是说 第一我们说他来到了现代 现代艺术 那再来一个就是说 这次的解谜呢 好像比较简单 对 所以很快大家一下就猜到了 你自己第一次看的时候 你是多快的时候猜到说 整个事情可能是AI干的 我可能比较迟钝 我那时候并不晓得 这本书到底要讲什么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并没有 我就认为他真的是一个帮助蓝灯的人 所以那时候在读的时候 逃避追杀 对 逃避追杀 然后我也觉得 然后中间甚至有一段时间 他们失去了联系 对 所以那时候我并没有 失去联系的时候 你还觉得很紧张吗 对 我还是非常紧张 因为我想 因为他一开始我想 他一定还是跟宗教有关系 然后最后他可能 我一直想要知道 到底是什么样的简报内容 会让三个中大领袖吓得要死 觉得说他们的宗教基础 会不会 他是另外一个学念 对 然后加上我们现在常常读那些 最近哈拉瑞也很红嘛 大家就在讲说 人类的起源有很多种 甚至说路西其实是把所有的 他那一代的那个同伴都杀死了 所以我们是路西的后裔这样 你说那只黑猩猩啊 对 黑猩猩 他说他其实不是只有他一只 有很多只 只是他非常暴力 然后后来他也讲了 哈拉瑞说 因为有智人 与蓮艾迪德德的人厉害 是因为他们有语言 所以他们很快 就等于说 他们可能比体型更高的 一些人更容易生存下来 就是他们有在研究起源 我一直在往起源的方向讲 后来才发现 他其实这个书 除了讲我们从哪里来之外 更重要的事情 它是要讲我们往哪里去 然后在这些科学的新发现中 然后去找到说 当科学发现人类起源的事实 与宗教的故事 或者是所有的 其他的信仰的神话 都不同的时候 那人类应该如何走这样 其实刚刚市长 你刚刚讲了一个重点 我觉得他虽然这本书叫起源 但是我一直觉得 他比较着重在他探讨 人类要往哪里去 那事实上我认为 Denborough这本书 是他写的所有书里面 最现实 就是现在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人类的困境 就是我们一直在 面对一个人类可能会往哪里去 而且我们有没有办法掌控 我们可以往哪里去 因为大家一直很担心 目前AI的发展 会不会有一天脱离人类的掌控 就是你可能创造出一个 你无法掌控的 无法预知的一个东西来 那我想这是目前人类的恐惧 因为他不断的 所以他这本书其实说是起源 他实际上更在意的是 从哪里来之外的到哪里去 但是我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好猜 我是因为他里面 不断穿上一个叫阴谋网 对不对 对 随时爆料这个案件的最新发展 那里面就不断的出现一个 他叫做他用什么名字 Monteglacia 总而言之呢 一连一开始的暗杀 事实上是AI 他的精心策划 对 那这个时候你又反映出来一个 AI的另外一个 大家会讨论的一个很大的争议 就在于说 他可以被杀死人类 对 他可以被杀死他的主人 那对他来说 对这本书里面 Dim Brown的设定来说 他只要为了更大的全体利益 他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 他反过来问兰丹说 这不是你们信奉的价值吗 对 所谓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那我今天干掉我的主人 其实目的是为了让大家 注意到他这一个发表会 注意到他终于发现了 人类的起源 以及要往哪里走 所以这个 我觉得他设的一些桥段 即便说 如果说你看他的书 Dim Brown的书 你觉得乐趣是在解谜的话 那这本书 我刚才问加上说 可不可以爆雷 可不可以破梗 他说因为已经出版了 两个多月了 所以OK 所以我要讲说 就算我们不讲 你去看的时候 你也很快大概会猜到 但是重点不在于这个猜 我觉得重点就在于说 他所铺成要让你去想的 他想要探讨 现在人类文明社会的一些困境 因为他其实AI 他也不是一个普通的AI 你看他是可以创作艺术的AI 所以蓝灯那时候 他做了很多事情 蓝灯也反过来问他说 那你做这些事情 你没有自己的希望跟梦想吗 他就是笑了一下 就是你可以知道 那已经是AI等级的冷笑这样 就等于是说 这个里头的AI的科技 可能跟我们以往看那种 机器人的 或者是只是那个 2001太空漫游的 已经进步非常多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书中大家很快 我们大部分读者的反应 都会说 他们知道这个AI 有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但是他的目的 他的进行方式 以及他最后 这个AI跟他的主人之间的互动方式 也已经跳脱了 Asimov那机器人三定律 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还是 就算你就算知道了 这个元素 我觉得无妨 但他可能更能够让我们 现在让大家知道 丹布朗这个书 其实并不只是在这个 找到杀死科学的凶手而已 其实这个书中 有非常多 真的是当下的 就等于说科技领域 甚至是哈拉瑞说的 所谓的智人末日 哈拉瑞说 智人十万年到现在 应该已经差不多了 人类可能就没有办法 即将毁灭了 可能会被AI科技基因工程 跟那个新的科技进展 而取代 所以说我觉得 我们现在真的 也许真的在一个关卡上 那丹布朗这个书 其实用虚构小说的方式 让我们看到了 一些科技的进步的速度 可能就像科学官 我们已经快控制不住 确实是 所以这本书 还是有一个 我们没有爆的雷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悬念 就是好 他是说他知道 人类会往哪里走 就像我们刚讲到说 人类跟AI之间的关系 是你吃掉我 还是我吃掉你 还是有别的结局呢 我们继续再回来 好 回到南轩时间 继续来现场邀请到的 时报出版的主编 加世强 来聊这本 丹布朗的新书 这个起源 好 那么刚刚讲到 这本书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也很有意思 是他丹布朗进到了 一个现代艺术的领域 那这个现代艺术 怎么样子跟 他要问的 这个人类的起源 人类从哪里来 人类要往哪里走 怎么样结合在一起呢 如果你对于一些人 你有了解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说 武侠的功课做的真不错 就是说其实他真的 衔接的非常的巧妙 譬如说 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个喜欢画大西地的高登 高庚 高庚事实上 他有一幅画 非常的有名 他那幅画 就在说人类 名字就是我们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总而言之 反正他那幅画 有那样的意思 一个很长幅的 然后这边有个小孩 那边有一些大人 有母亲之类的 那高跟沙里面谈到一个 高地是另外一个 那尼采根本不用说 尼采向来宣称上帝已死 那但是高地呢 其实我们节目里面 聊过像高地的一些建筑 高地你会发现说 他找到的这些现代艺术家 你好像看起来 他们都是反上帝的 反宗教的 但是其实你进一步去看他 这些人 他们其实并不是 真正的反宗教 他们有一种很 我觉得他们可能有一些 他们认为更纯然的信仰 比如说就高地来说 你会知道说 他盖教堂 他一样盖教堂啊 那为什么盖教堂 他只是认为 这个教堂不应该是属于 某一个神 所以我们曾经聊过说 高地他的 不管是米拉之家 他的圣家堂 他其实是一个用仿生的方法 他截取大自然的元素 进到他的教堂里头 他认为人类的信仰 还是有个信仰的必要性 或是还是有个信仰的自然的依附 但是他的这个信仰是来自于整个的大自然啦 所以这个 你想怎么看 就他里面这些现代艺术 其实 讲到最后 也还是一个 有宗教性在里头 对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 蓝灯进入现代艺术的领域 这本书起源 他还是要有蓝灯的作用 所以他其实那个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从哪里去 他就是来自高跟的话 只是这幅原来挂在波士顿的现代艺术馆的话 在这个书中被设计挂在高地的米拉之家里面 而且是这个科学呢 因为他是未来学家 所以享有特权 可以住在米拉之家里面 太夸张了 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就是没有让蓝灯可以从高跟的话进入 这个起源这件事 为什么对科学这么重要 并且他没有放过他在西班牙的时候 可以欣赏并且向高地致敬的机会 我觉得他里面在描述现代艺术的时候 我觉得他描述蛮精彩的 对 所以他其实写高地的时候 对 他一开始就是他是一个上帝的建筑师 对高地42年到最后都在乞讨 像修饰一样也是为了要完成圣家堂这样 现在还没完成 对 现在还没完成 所以那个他就他底头也 但不敢用他的说法说 高地是一个上帝建筑师 他都认为他用曲线 他认为直线是人类 曲线才是属于上帝的 就等于说但高地做了这一个教堂 还是不会被很多人骂说 怎么教堂盖成这样 可是事实上高地的建筑在越来越受到更多的推崇 他们就认为他是独一无二的建筑 然后丹布朗也用他的方式去解释高地 他最后用了一句话 就是高地自己说 他说原创性就是回归自然 这就是自然就是起源 所以他其实在书中不断的在强调 就是自然中有非常多的奇迹 阳光照在石头上的奇迹 然后只要你去欣赏自然的形状 自然其实是最大的 是创意之母 也许是起源之母 只是我们都没有仔细去了解自然 所以丹布朗在里面 这个讲到的很多的一些艺术家 事实上或者一些现代艺术 其实也都是就像是想讲 他就是吻合了 看净了整个他想要去描述的这些 他们都是在一些所谓的宗教跟文明 或是说这些上帝 跟这些是不是信奉上帝之间的一些探讨 那尤其我们刚刚讲到说 他不是有密码吗 47个字对不对 我倒没有注意到 他竟然是来自于一首诗 当然他最后这个解答 而且这个诗人 这个诗人是那么久以前的 对18世纪的一个英国诗人 但这个诗人在当年就写下这个内容吗 对 他其实讲了很多 在丹布朗的书中 他说犹太教的光明篇 是最早13世纪就有的超选理论 就是他很多诗句 可能后来都成为 在科学的发展上 他居然就会有莫名其妙的吻合 那当然在小说的创作中 他就可以把它连接起来 其实威廉布雷克一样 就是一个歌颂自然 他认为自然中的万物都有神明这样 所以呢 这些东西可能跟上帝告诉我们的事情不一样 就好像一开始去比尔包 古根汉 古根汉算外表就波浪型的嘛 他那段描述也蛮精彩的 我觉得 如果没有去过那个美术馆的话 看那个东西 你会对那个美术馆 太独特了 对 所以他这一次其实就这样 以往丹布朗 蓝灯的系列 他都会穿越到古代 或者是以前的文艺复兴或怎么样的时间 我们好像都进入一个黑暗的地带 去看到很多以前不知道的神秘的符号 这一次我觉得他更强调的 直接在后面就讲 他觉得他对上帝的问题 就是密码跟模式的差别 就是密码其实有人要告诉你的 背后一定是有意识的讯息 但是模式呢 你如何去欣赏模式 模式如何产生了这个世界 如何用重力物质空间 创造了宇宙 如何要模式 那模式可能自然中就有非常多的模式 所以丹布朗这次不是告诉你说 不去信上帝 但是你不可以忽视 自然中有非常多 你不了解的事情 OK好 这个家世养对于丹布朗的书 读得非常的透彻 对于他讲的这些事情 很有他的热情 但事实上确实是 就是说你看到丹布朗 他事实上花了很多心思 尤其是扒书出的这一些 像威廉布雷克他的诗 我想最后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 来描述他的诗句 也就是他那个密码 最后他去那个密码 所以依旧的到最终 他的结局里面 他们找到了这个密码 也因此所谓的那位科学 这位未来学家 所找到的人类的起源 以及要往哪里走 在小说里面是公诸于世了 那那个密码 他就是这个 威廉布雷克的一首诗 里头他是这样写着的 在18世纪 他这样写 黑暗的宗教离去 甜美的科学将要主宰 像不像现在 很像一句预言 OK好 现在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看一看 在里面可能可以读到 很多不同的 你自己喜欢的部分 OK非常谢谢 佳琦阳到我们的现场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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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